开极拳的基本功,咱们简单的简明额要的说呢,就是从会员庄开始,你经过会员庄,成天对着,海公八倍,把这个开极拳的基本要求先做到身上,松成元旺的事先做到身上,七年天天,然后呢,再经过这个开胯,把这个腰胯给护起来,把这个腰胯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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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腰胯。 这个腰胯,这个腰胯,这个腰胯就练出来,松成元旺的腰胯,然后呢,这个经过反弱圈的反复练习,是吧,经过反弱圈的反复练习,把这个禅用,就是陈兴讲的太极拳禅法语,不明词,不明拳,把这个禅四孤练到身上, 这是太极拳的基础的基础 加微信,庞宏国的拼音,获取太极拳公益教训